说到国产SUV神车哈佛H6自然广为大家所知 作为长城旗下的SUV品牌 在国内已经连续15年夺得SUV销量第一的桂冠 在这竞争越发激烈的国内SUV市场实属不易 在连续销量冠军的背后是哈佛团队不懈创造努力的结果 在如今新能源汽车逐渐成为热点 各大汽车品牌纷纷开始发力新能源汽车 哈佛虽然也无例外 在上海车展上哈佛就推出了一款名为HB03Hybrid的新能源汽车的概念车 HB03Hybrid概念车从外观上来看 以深来色为主打颜色 科技感十足 前方进气格战采用对称拉宽六边形设计 内部装饰呈为比较夸张的大嘴造型 具有时尚气息的同时又有着鲜明个性 前大灯狭长而犀利 大灯的外形线条棱角分明 整体较为圆滑的与车身融为一体 看上去令人印象深刻 车身整体线条更加流畅 减小汽车本身风俗的同时使外形更加好看 天入式车门把守 这一设计是瞬间提升HB03Hybrid的外观颜值与科技并存 甚至超过奔驰及LC的颜值 类似方面 HB03Hybrid采用了时尚而具有运动感的壮色设计 极具视觉冲击力 液晶仪表盘和液晶大屏增加了车内的科技感 在动力方面混动型新能源汽车 其搭配发电机的同时搭载1.5T发动机 在纯电动模式下 HB03Hybrid的最大行驶里程是65公里 混动模式下 HB03Hybrid的总行驶里程可达到2000公里 这款干年车将于今年进行量产 具有高识别性 动感而又时尚的外观 同时在动力方面表现不俗的HB03Hybrid一代上市 也有可能会延续哈佛的销售神话成为一代神车 直接变成为一代神车 驾Q苏 公沟偿 확인 积性